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愛華頓食硬阿士東維拉 星期五凌晨,英超有兩場激戰 當中阿士東維拉將主場對愛華頓 阿士東維拉上輪聯賽慘遭雙重打擊 他們輸球又輸人 而且球隊現在無辱無求 這次面對全力搶分的愛華頓 阿士東維拉都沒有贏面 另外,大家可以進去M直播 看這場賽事直播和賽事前瞻 阿士東維拉上輪聯賽可說是輸球又輸人 他們不僅被曼聯3比1擊敗 而且風扇主將屈堅斯 還要在比賽中拿紅牌離場 對於球隊來說無異是雙重打擊 同時,由於屈堅斯上輪聯賽領紅牌被罰離場 這位陣中首席射手將決陣在今場對愛華頓比賽中 球隊的風扇實力必然受損 更要指出的是 目前英超降班三隊球隊中 已經提前確定了 而且排名中游位置的阿士東維拉 目前可以說是無辱無求 意味著他們接下來的比賽 未必會很認真去打 球隊戰意一般 今次要面對自在搶分的愛華頓 阿士東維拉就不太看好 在陣容方面 中翔、新神和馬莫查斯古特恩相休戰 愛華頓在上輪聯賽中 獲得爭奪勾戰資格的重要勝利 他們憑著風扇殺手卡華特利雲一戰定江山 最終以1比0小勝韋斯咸 球隊成功拉近了和排名積分榜 第七位的二次積分差距 雙方目前只有一分之差 而且愛華頓還是小賽一輪聯賽的情況下 意味著他們在接下來的比賽 將會全力搶分爭奪勾戰資格 所以球隊戰意十足 好在有利的是 愛華頓今季聯賽作客表現一反常態 他們目前55分裏 有36分是作客裏得回來 佔據總積分的65.5% 不愧是英超作客第四強球隊 今次對無心戀戰的阿士東維拉 愛華頓可以說是取勝在莫 在陣容方面 後衛耶利文娜和中場J.巴明等球員都恩相憂戰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